所以我刚刚把这个Caption也改了 一二三四个 然后另外的话同学问说老师那那个 刚刚那个可不可以这个水平能制作 可不可以垂直 那会讲因为它里面没有这个属性 所以没有这个属性意思是不行 也就是它里面的工具 有属性 如果有个属性就是叫做垂直的 可能像那个 以色尔里面的储存格有分那个水平跟垂直的制装 那你就可以 可是如果它没提供那就不行 那所以呢 根据我的了解应该是不行 所以不行的话 你就只能这样 三不转路转 对 那你就不要这样做 那就OK了 对 不要意思是想要把那个垂直的部分做出来 可是你硬要弄好像也还是有办法 比如说什么 你就不要用什么 用标签 你可以用什么 用一个图嘛 然后你就那个图放上去 另外你在用Photoshop做一个图 刚刚好就是一个 一个类似一个标签的形状的图 然后再放 我觉得好像有点像会死 算了 你应该懂我的意思 是可以 可是要额外做很多事情 目前我们先不要这么麻烦 做完之后的话 你很简单 如果你要执行的话 上面有个执行 这样就可以 但是你现在可以填资料 比如说我现在填AAA 然后Enter 它会跳下一个 这可以填资料了 可是问题你新增它不会WALK 为什么 因为你诚实还没写 所以待会的话 需要处理几件事情 第一个 我要怎么样让它启动表单 你想说 老师不就可以从这边吗 可是问题来了 你总不可能说 你将来把这个意思 给人家的时候 请人家自己开启开发人员 请人家到Videobase里面 自动执行它 不可能吧 所以你需要有一个 类似像我刚刚做出来这个按钮 启动表单 按下来它自动启动起来 那这该怎么做呢 其实非常简单 第一个的话 我们就写一个sub就好了 第二个的话 这个sub的名称就叫启动表单 Enter 然后里面只要写一行程式就好了 什么程式呢 告诉它说 我的这一个表单的名称叫什么 表单名称 我这边因为没有改 所以它的Name叫UserFone1 所以你就直接写一个什么 UserFone1.show就可以了 就这样一行程式 那程式该如何撰写 首先的话 一样我们这边一定要有个模组 我把刚刚那个 因为我把它分两个程式 我把刚刚那个程式部分 把它拿过来 OK 这边 拿到这边 OK 然后呢 程式撰写的方式的话 第一个 请你在最下面写一个sub sub名称呢 叫启动表单 当然你想说老师 那我可以额外再开一个新的模组 也可以啦 不过我觉得放一起好了 目前我们程式不算多 打个sub 空一格 然后呢就打四个字 叫做启动表单 OK 好 enter 它就会有一个什么 and sub出来 那接下来的话呢 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启动它的话 因为这个表单的名称 这边有显示叫userFone1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就直接在这边打一个user 大小写它没有区别 所以你打小写没关系 userFone1 特别注意哦 点 如果你点下去发现清单出现的话 那表示你那个名称没有打错 但是你点下去发现奇怪什么没有理你哦 表示啊 你可能打错字了 OK 打错字的话就不会有这个下清单 那里面的话呢 我前面讲过 前面这个东西是一个物件 后面呢 就是有属性跟方法 那我们要让它秀出来的话 它一定是一个方法 方法的话一定是绿色的 所以那个方法叫秀了 所以你打个S H 有没有 它有绿色的吗 秀嘛 所以你会发现这边有绿色的 有没有 绿色就这些啦 所以其实一个表单能做什么 就是绿色这些东西啦 其中最常被使用的 就是什么 这边有害 害就隐藏 有秀有害 所以你就打一个Show S-H-O-W 这样就OK了 好 启动表单 再来的话呢 你就做一个什么 一样的道理 既然有个Sub 对不对 那我们就可以 就可以 在这边呢 做一个什么 所谓的那个按钮 拿上面来复制 我习惯复制上面这个 贴到下面来 为什么呢 因为贴上去的会大小一模一样 那再来按右键 再把它重新指定就好了 OK 因为之前有同学问说 怎么样让按钮做的一样大 很简单嘛 上面复制下来就好 按右键 重新指定 指定给它的名字 就是它叫什么 启动表单 所以我就找到那个启动表单 启动表单在 在这里 OK 好 启动表单之后的话 一样把这个名字复制 确定 把这边呢 再重新修改成叫启动表单 好 这样子的话呢 就大功高 按下去看看 也出来了 OK 关怎么关呢 这边再把它关 有没有 XX 当然如果你想说 老师那我可不可以在里面做一个按钮 可以 很简单 你也许再做个mini按钮 叫关闭吧 按下去的话 就User Phone 1点 什么 HIGH就可以了 就关了 不过我是觉得 这边已经有个XX了 就直接关就好了 OK 就不用多持一取 有没有 启动表单 然后关起来 OK 但是呢 之前有同学问说 老师 那可不可以 因为我这个将来 是希望能够让 就是给一般User 或者是给客户那边 他帮我输入资料 所以最好的方式是 可不可以 就是不用按按钮 因为如果按按钮的话 有一些 这个User很奇怪 明明按钮在那边 他就找不到 可不可以有个方法 就是当我那个 XX打开的时候 也顺便把这个User Phone 也帮我打开 这样是最理想的 有没有办法 当然可以 在那个VBA里面 有个所谓的 事件驱动的概念 什么叫事件驱动 所以当你要找到 哪一个物件 当它发生什么样的事件 就是开启的时候 然后再去执行 某一个程序 所以我们有这种概念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当那个什么呢 如果我不是按这边 我是要当这个 XX打开的时候 同时启动了个表单 那我应该把程式写在哪里 特别之后 一样找到VIO BASK 那请各位看一下 物件 哪个物件呢 这一个 这一个工作部 特别之后 XX的单位 一整个XX档 就是要工作部 工作部的物件名称 各位有没有发现 它叫Workbook 所以你会发现到 在里面有没有一个物件名称叫Workbook 有 有没有 前面加一个List 意思是跟你讲说 ListWorkbook 意思是说 就是这个工作部 OK 所以特别是 所以请各位 而且你每个VBA专案里面一定会有这个东西 指的是我们现在这个工作部 OK 那你把它点两下 好 那这个时候的话 意思是说 你已经找到这个物件了 接下来的话 请各位看一下 它的右边是不是有一般 跟宣告 那一般的话 指的是说 一样 哪个物件 再跟他讲一遍 ListWorkbook 这个Workbook OK 第一个 这个是指的物件 旁边的话 会有一堆的所谓的事件 或者它叫什么 它叫程序 程序 也就是说 当这个工作部怎么样 它预设的好像是Open 工作部 Open 当工作部打开的时候 所以不只是这些 你会发现还有什么 当工作部怎么样 其他的还一堆 被怎么样 被启动 Activate 也是启动 或者什么 Activate 在储存之后 所以它会产生很多对应的一个世界 其中当然正确是Open 当它Open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一样是一个Sub 只是说这个Sub 前面都有一个Private Private就是私有 就是不能给其他专案共用 只有我们自己可以用 OK 那后面一样 End a Sub 意思说 当这个工作部被打开的时候 你要做什么 所以我要做什么 很简单嘛 我就打个什么 跟刚刚一样 User Phone One 点什么 点Short就好了 写在这里就可以 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希望当这个工作部 它被打开的时候 就顺便启动这个表单的话 那请你把程式写在这里 就OK了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目前的话 当然我最后把它关起来 怎么知道OK呢 其实你还是要必须把它关掉存档 存档 存档之后 这个我先关一下 再来的话 我就再把它 再把它启动一下 我现在把它关闭 重新启动 不过它会跳出 是否执行那个 这个聚集 那当然要启动内容 有没有跳出来 所以当this workbook的workbook 当它被open的时候 那一样就是User Phone 给show就出来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啊 如果它不小心关掉的话 一样 可以再从这边再启动 OK 就不用说呢 每一次就要跟使用者说 你到这边 然后打开 再执行 那当然没有人会吧 应该预关user 他怎么会知道有这东西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第一个 请各位在哪里呢 在模组里面 新增一个最下面新增一个所谓的启动表单 user phone show 第二个的话呢 请你当this workbook workbook open的时候呢 user phone.show OK 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当然同理可证 以后如果你希望写一个程序 当工作部打开的时候 就是执行的话 可不可以 你就写在这里就好了 如果你启动的时候 顺便把所有的表格都画好 自动都全部都做好了 该需要的东西 把它准备好 你可以写在哪里 下这里 对不对 可以没有问题 OK 所以这个事件的概念 其实可以用在蛮多地方上面的 它所有的程序 都是有意义的 OK 你会把程式写在那个对应的上面 就会当那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执行什么样对应的程序 所以很多事情都可以自动化 OK 只是说那些事件驱动 目前还没用到那么复杂 你可以了解一下 如果当你将来需要用到的话 你可以把它拿来套用看看 OK 这里的话 请各位试一下 如何启动表单 OK 我们就完成了第二阶段 表单设计好 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 第三个阶段要做什么 再来就是填资料按新增 它可以把资料放在最下面的那一列 有没有 然后填四个 自动产生三个 怎么填四个 自动产生三个 然后再把前面的那些资料清空 游标再回到最上面 一个cycle 有没有 然后就可以让它填下一笔 再填下一笔 这样不是很顺畅了吗 OK 然后如果输入没问题之后 再来想如何防呆 所谓防呆是不能够输入 不应该输入的资料 或者是说它如果完全都没有填资料 也不能按新增 如果它没填 不行 你没有填资料 你怎么可以按新增 一定要有资料 所以强制 它一定要填 第一个一定要填资料 第二个一定要填正确的资料 OK 然后大概这些吧 最后再保护一下 把你的那个什么 工作保护墙 不能给我乱动 你只能透过表单输入 OK OK 谢谢大家